新年快樂 龍年請大運 過年迎接財神 為讓民眾正念財運 進入護國城隍廟 將發放一萬份象徵有緣 而且會轉運的五元龍年前幣 這回不只人可以領 就連毛小孩也能夠領取 我自己想要做生意 那我當然會就是在自己的店裡面 放在自己的財位 那希望說這一年 我的生意可以順順利利 其實非常多的信徒 年輕人其實慢慢的都有 寵物的一個習慣 不管是貓 狗 甚至連總統都有兩個貓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廟方特別特別 在今年破例就是說 信徒來我們寵藥廟拿發彩金 如果他帶著寵物一起來 廟裡走村的話 廟裡會特立給他 他其實寵物我們就給他幾個 所以說你帶五隻寵物 我們給你五個發彩金這樣子 那其實這意思就是 希望我們的寵物平安 主人能夠平平安安 讓我們過來這一年 農年大家都能夠走好運 然後就保佑他 大家平平安安這樣子 廟方希望不論人還是寵物 新的一年都能平安 不僅如此領完榮年前壁 還能夠來除霉運 廟方還有一個非常熱門的 季甲補孕的儀式 它其實就是象徵把過去一年的霉運 都化掉 那廟方其實都會準備小三生 然後跟我們龍眼乾 跟長壽面 那信徒只要帶一件衣服 廟裡就會做全套的 既改補孕的服務 那其他很多含義 那包括我們準備的鴨蛋 其實就是把你的煞運壓掉 然後龍眼乾我們準備十二顆 其實它就象徵十二個月 每個月我們都象徵這樣破檢而出 就會廟方會幫你 這樣破掉之後 然後會讓信徒帶我們龍眼乾回去 那象徵 未來這一年能夠每個月都重生 那把你的懷孕都去除掉 新的一年 不妨來就用城隍廟走一遭 能夠求財又能保平安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